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那所以從小到大其實也就是正常的念書 那後來當然就是在學校 然後後來就是在國中的時候 就是有得到那個市長獎 我還跟馬英九頒獎 對 當時有握了死亡之我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影響到現在的政治生涯這麼的可怕 我的家庭其實還蠻單純的啦 就是我的爸爸是一個電腦的工程師 然後媽媽是一個私立學校的教職員 對 那真的 優秀的家庭 真的 也沒有到優秀 就是很基層的家庭 但是真的沒有像什麼 就是網路上面造謠講說什麼 我爸媽是黨國高層 對 就是之前 國民黨的喔 沒有 他們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爸爸是比較偏民進黨的 然後我媽媽是比較偏國民黨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 還會被我爸拖去那個阿扁的募款餐會 小時候就帶著扁帽去跟爸爸去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像什麼 網路上面造謠說什麼 我爸爸是國民黨的黨國高層 然後又什麼就是可以安插我去 什麼做中共間諜 真的都沒有 對 反正就是 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那所以 從小到大其實也就是正常的念書 那後來當然就是在 就是學校 然後後來就是在 國中的時候 就是有得到那個市長獎 我還跟馬英九頒獎 對 當時有握了死亡之握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想到現在的政治生涯 這麼的可怕 然後後來就是進到了北一女中 然後就跟爸爸一樣就是說 從小就是喜歡打電腦 所以我就進去念那個資訊工程相關的領域 對 所以才從師大然後再到台大 對 然後後來的話就是進到資車會 然後再去美國念一個機械博士這樣子 對 我想這一段旅程大概大家最近在媒體上都看非常多了 對 好像是一個那個人生實境秀一樣 每天就是一直不點的播放 你發這個這麼大的答案打到死 民進黨介入了 法律師政府介入了 學校單位知道了 法律總統也知道了 想說算了 日來總比不來好嘛 總是罵了之後有做 算了不要再罵你了吧 我的心態是這樣 你臉縮回去就好我就打不到了 我這幾天也沒有再罵你了 你現在臉皮又出來了 臉又貼過來 我當然一把掌褲下去 我今天喔 我是不想要讓球團難做 那你不爽你不用衝著球團來 你衝著我來就好了 那你要告我 歡迎你告 如果你說我在造謠 我在毀謗 歡迎你告我 我們大家去法院 連同校長連同 你們學校的人都調證人去法院嘛 然後大家把帳班出來嘛 讓法官去查一查 你一開始怎麼不出來 直接直接直接碰我 你看這個新聞報三四天 每天都有進度嘛 今天是進度是鋪地板嘛 昨天是進度是 喔終於 答應了24小時 讓他去去修 法律市政府也幫忙 體育處也幫忙 體育局也幫忙 中央也幫忙 大家都幫忙 然後一大堆政治人物立委 都去幫忙 我這樣一個擺著啦 如果今天 我講出來的不是事實 那你們後面做那麼多動作 是不是事實嘛 是嘛 館長提到 我只供 中教級 直教團體 陳租 賢語 事實不符 我有說你只租給直銷跟 直衣嗎 我是說 當球團跟你協調要裝修的時候 你不讓人家裝修 當球團要你打折的時候 你不讓人家打折 然後你嗆人家 你嗆球團 人家安利 人家 直衣神教 一次就是幾百萬再租的 租你們還算便宜 你有沒有講嘛 你沒有講我怎麼知道 人家前面三個月協調 然後幫你做了一大堆東西 我再給他講詳細一點 上個月的過程 就是球團 一直跟學校要求 他們要裝修 沒沒看 而且是在Howard沒來之前 雲豹的老闆 就打算花很多錢 去改善這個球場 結果他們校方就很惡意的刁難 拖延 然後說法律 跟你想法規法律 就拖啦 拖到我那一天 去跟老闆吃飯 就是我開直播 我第一天罵他那一天 所以你說我造謠 球團老闆 球團的人 親自跟我一邊吃飯 把所有 請 我 是是是 是跟我講 特別提醒 這三個月時間呢 提大啦 跟人家講說 叫人家整修一些東西 什麼育嬰室有的沒的 整修周遭 人家錢就花下去 花了錢之後呢 我不想要講 你還發聲明早 你要我講很細 四人是你 你這聲明是讓我打臉的 這事情 我說輕而鎖定 輕而鎖定 人家三個月裡面幫你做了 做了 花了一大堆錢做了這件事情 人家之後去再找你的時候 你居然跟人家講說 那就當你球團送我 打折是沒有啦 人家安利啦 人家子依啦 人家怎麼樣幾百萬 你是不是動不動 就跟人家講這個嗎 人家今天要花這麼多錢 跟你提出計畫 商量三個月 前面答應人家 後面又拖 後面到最後又不讓人家做 然後又不減租 他說我所有的場地 單場不符 一百萬的事實不符 雲爆球團租用體育館 比賽部分 比賽當日 依照 他說收13萬5千 來這個很好笑 未含冷氣清潔費 非比賽日 五折 且部分空間體育提供實用 出到這14天 所以總共是多少錢 他這個又跟大家在玩 在玩迷糊賬了啦 未含冷氣清潔費 所以冷氣費加起來多少錢 然後五折 他一直都非比賽日 你可以告我嗎 我這個數據 球團老闆親口講的嘛 他就是說換算起來 平均一個禮拜只能打比賽一天 算起來一場等於差不多一百多萬 一百萬 你發這個任務 達人達到死耶 民進黨列入了 法律市政府介入了 學校單位知道了 法律總統也知道了 想說算了 直來總比不來好嘛 總是罵了之後有做 算了不要再罵你了嘛 我的心態是這樣 你臉縮回去就好 我就打不到了 我這幾天也沒有在罵你了 你現在臉皮又出來了 臉又貼過來 我當然一把掌顧下去 破壞絲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